国内异议网红拉杰斯瓦利 因为不堪网络霸凌最终了断生命 这起事件不仅敲响网络威胁警钟 警方也有所行动 今天凌晨在雪兰娥万劳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 逮捕一名35岁的涉案女子 险都警区主任阿莫·苏卡诺证实 警方上个星期六接获一名男子的投报 声称在社交媒体平台TikTok 发现有两个账号诽谤和威胁拉杰斯瓦利 事件相信发生在6月30号到7月1号之间 警方表示两个账号都是以女网红罩 制作成影片 内容涉及威胁 恐吓 辱骂和色情言论 但有关的内容早已被删除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506条文 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 以及1955年轻微犯罪法令第14条文 调查案件 并延后35岁女嫌疑人 直到星期三 至于另一个账号的用户身份 警方还在追查当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